请你回答 文竹死 好去处 知善 你又喝酒了 别人喝得酒 撒家凭什么喝不得 去去去 都是废话 你这是违反思规 违反思规 走开 走开 走 站住 站住 走开 站住 你别走 站住 站住 快关门 快 快 快快 快走 快快快 快 给撒家大赶山门 至山和尚 你乃佛家弟子 怎么喝得烂醉如泥 师父说了 喝酒就 别说那么多废话 别人喝得酒 撒家凭什么喝不得 折打四十大板 你敢打啊 俺就打你 赶住山门 对 赶住山门 赶走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 撒家要睡了 开门 撒家要睡觉了 怎么办 开门啊 这 快 快 快点 快 快 快走 走 要不撒家找一个 能睡觉的寺庙 开门啊 撒家要睡了 出什么事了 师父 至山又喝酒了 撒家呀 你们 把这四给我拿下了 好 好 来来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给我拿下 谁敢 谁敢打撒家 给我拿下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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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 黑杠 快快上门 快关上门 快关上门 快关快快 快关上门 我顶住 顶住了 开门 开门 让撒家进去 让撒家进去 撒家要睡觉 开门 还不开门啊 开门 再不开门 撒家就要砸门了 撒家 别跑 住哥 走 走 都别跑 撒家蝉房在哪儿呢 哪儿 来 来 来 小娘子 来 快来 大程秀 酒来了 快坐 快坐 同意饮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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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杯 来 来 来 喝呀 哥哥喂你 来 你来 你们两个 怎敢在此佛门经里挑衅夫人 把这好好的瓦冠寺给毁达 你听我慢慢说 我来我来 是这样的施主 本来这瓦冠寺啊烟火兴旺 只因那几个老和尚唯老不尊 吃酒撒泼 这还养女人 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这两个女人啊 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 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 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 我们这不是在帮她们 现在她们家落魄了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 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撒家自会去问 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撒家 撒家的陈杖可不认真 听大了 林僧不敢 原来你们几个老挫鸟 为老不尊 坏了瓦冠寺 还在撒家面前搬弄是非 还把粥都喝了 大师 就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 他们抢了梁家妇女 在佛门消遣作乐 方才见你手持禅杖 才不敢与你争锋 你若不信 你再去看看 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那你们也不能 把这粥都喝了呀 我再信你们一次 如果再敢骗撒家 丁家里面吃的撒家三百千丈 跟我出来 人哪 人 出来 师兄 还在找我吗 鸟人 看撒家不打爆你鸟头 对 真是 余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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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家不给你们打了 撒家肚子饿了 老子饿了 不给你们玩了 站住 站住 臭和尚 有种别跑 下回就杀了你 我以为有多厉害 也不会如此 是哪个错鸟 快给撒家滚出来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 在这拦路劫财的 原来是鲁蹄侠 你们是已经在五泰山出家了吗 你是哪位 我是山东五二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在静阳岗上空手打死老虎的五二郎 江湖续命 不止一提 你带吃的了吗 有 我刚好带了烧饼 卢大哥 吃慢点 别人 你 干去 我都心里还在挖灌似呢 我走 走 就我那招 差点要了他的命 好啊 今天打得不过也 兄弟 你在这儿等一会 带撒家杀了那两个错鸟 雷和尚再来啊 我就杀了你 你两个错鸟 你佛爷我吃饱了 来 斗给你死我活 你个野和尚 还敢再来 手下卖将 雷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雷和尚 让你再飞 呸 古大哥 走 走 谁啊 吃了包子胆了 小子 你不是有身份吗 就这德行啊 好啊 运哥 你敢黑我是吧 行 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你还嘴硬 运哥 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别撅 怎么 不嘴硬了 运哥 饶了我吧 别撅啊 小子啊 让你还猴带帽子装人行 老实说 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我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说了要出事的 不说是吧 蹲子 绝腿 别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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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撅 我说行了吧 我说 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 是我说的呀 好 我绝不告诉人家 我发誓 在紫石街 废话 紫石街有二里地长呢 小爷我就住紫石街 说 紫石街哪一家 你自己找啊 蹲子 绝对 别去 别去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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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婆查寺呢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 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 没事跑到老母狗查寺去干嘛 至于他干什么 我就真不能说了 蹲子 绝大 这回不绝蛇了 武三叔 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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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我全都说 我说行了吧 乔云哥 我家大官人 勾搭上了五大的娘子潘金莲 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 现在 正在查寺后面做夫妻呢 算你听话 走 走 走 孙子 你别让我逮着老 逮着你 我把你剁了喂狗 你怎么不打听打听 我是谁啊 这老启婆 大白天不做生意 关什么门啊 受心哟 收杯哟 收心哟 收杯哟 收心哟 收杯哟 你这个傻千刀的 谁啊 开门 我是玉娜爷 谁呀 大爷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 你来干什么 我不跟你说 去里面说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王甘娘 你可不要吃毒食啊 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吧 你知道了什么 你真是马蹄刀木 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 你真要我说出来 我就怕那卖吹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 我呸 我是猴崽子 你就是马伯六 你莫高声 我告诉你啊 我生你个力暴 你敢打我 我就打你 你别动啊 我就打你 我打死你个猴崽子 打死你 滚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 八辈子坟头不冒孽的老绝户 干这种阿扎的事 你等着 你 拔射地狱 刀扇犹果饶不了你 你非其目虑不可 你 你这个 你这个 住不脚狗不肯的臭东西 也不知道是谁 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 我告诉你啊 别在我这里撒野 老娘不吃这套 滚 走啊 你等着 我等着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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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终于到来这 这繁华热闹 东京辩良城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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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请问大象国寺怎么走啊 大象国寺啊 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哦 哦 多谢啊 那老先生 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 笔直走到玉街 哦 就能忘记太师府了 好 多谢老先生了 好 吴松兄弟 我们就此告辞 有机会去大象国寺周桥 好 卢大哥 你路上要小心哪 好 嗯 师兄 请问何方而来 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 俺有俺师父 至真长老的书信在此 观众俺头上叉至兴禅师 讨一个直视和尚做作 既然是至真大师博有书信 请随我拜见方丈 嗯 有劳了 师兄请 师兄请 启禀方丈 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 身边带着大师博的书信 师兄 快来礼拜方丈 参见方丈 乘上来看一看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赞兮 吃点宅饭 谢方丈 这鲁驴 这鲁驴什么来头啊 哎 不清楚啊 不知道 咱们何不趁他心来乍到 闹他一闹 好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 让他习服口服 来 听我说 这样 那儿 师叔 师叔在上 小僧告辞了 呃 你叫什么 师叔啊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 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哈 哈哈 现在成师叔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送啊 占了你们的便宜 去吧去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师叔 大师 我们师父新来住持菜园 我等街坊邻舍前来道贺 对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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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街坊邻居 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大师 大师 我们参拜大师拜 大师 大师 请受我们一拜 大师 大师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 不肯上 肯定是想捉弄饭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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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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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撒家不 臭死了 去 洗干净 跟撒家说话 你们几个磋鸟 跟撒家说实话 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撒家 小人们祖聚一词 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 这菜园子是我们的一时饭碗 师父从哪里来 如此了得 上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 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验相公 帐下提侠官 只因杀人太多 才自愿出家 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从今往后 我等愿服侍左右 对对对 服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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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师姓鲁 发号至深 修说你等六位泼匹 就算是千军万马 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兄弟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呀 怎么 宫师忙完了 好 大哥 我在等太师府的回职 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 我就过来看看 来 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 他可是景阳刚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博尔郎 拜见五都头 拜见五都头 江湖盛传 打虎英雄 今天我们有幸相见 登进地主之仪啊 兄弟 坐 这笔景阳刚的酒怎么样 还好 只过淡了一点 来来来 五都头 大块吃药 大块吃药 好 吃吃吃吃 来来来 吃吃吃 赤口上天白神入地 说什么鸟话呢 什么意思 大哥呀 这句话我懂 还是说老鸭乱叫 怕有口舌呀 对对对 老鸭在哪儿 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 我每天都娃娃叫得晚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 我上去拆了那鸟钞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 一起去看看 走走走 走走走 好 来来来 来 来 哎呀 几个几个几个 我来我来 快快快快 偷过去吧 偷过去吧 你得失点这 哎呀 走开走开 前一位 来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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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 二 五 八 一 二 五三 一 二 五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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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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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厉害了 这大哥真是好功夫 厉害了 这儿 这儿 好 好 好 这儿好了 厉害的 这儿 好 好 好 使得好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 使得好气息 林教头说好 定然是好啊 这位是谁啊 回大师 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 进军教头林武师 林冲 师兄 真的是你啊 师兄 我二兄弟 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 正去客栈找你的 什么 大姐也来东京了 明天是师父 六十六岁的大寿 这太巧了 对了 师兄 来来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鲁达兄弟 撒驾关系鲁达 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 有幸见过林教头 论年纪 你应该是哥哥 好 我就认你这个兄弟 鲁达兄弟 哥哥 对了 师兄 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 来着大享国寺 去下求子相悦 听得有人使账 便让女使锦儿 陪我家娘子 先去其他大店逛逛 不想 却在这里遇到了你 还有鲁达兄弟 师兄啊 近来可好啊 我来到东京 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 不知道师父的 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师弟 师父他老人家 好 师父 他正念叨着你呢 大姐 你怎么来了 还说呢 你上哪儿去了 让我满城好找 林兄 这位是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 孙二娘 江湖号称五叶叉 江湖女豪铁 久仰久仰 见过鲁提侠 哥哥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 那我们就去碰饮一番 喝酒我怎么样 好 请 里面请 老爷老爷 休要再次喝酒 大娘在圆通殿外 跟人吵架了 小天子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想要干什么 小天子 不要走啊 别走啊 真漂亮 去我吃虫了好不好 来呀 干嘛 放肆 光天化日之下 在佛门境地 欺负梁家妇女 你是林教头林冲 干你什么事啊 林教头 此乃高太尉之子高崖呢 嗯 还不撒手啊 嘿 干嘛呢 是哪个错鸟 敢挑瞎家大嫂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 二爹 坐下 吃的豹子胆吗 原来是你呀 看撒家不敢了你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 他不认得我家娘子 这位兄弟 林冲北想教训于他 这三斤在高太尉面前 不好交代 我看 饶了他这回吧 哥哥 你怕他高求 撒家可不怕他 嗯 如果撒家看到这缩鸟 再去调戏梁家妇女 定敢不饶 嗯 滚 嗯 滚呢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快快快 大嫂 叫你见笑了 哥哥 今天碰到这个错鸟 大大的扫兴 明日 有时间 跟大家一起喝酒 一定讨扰 告辞了 告辞 驾 驾 来这儿何人哪 三位好汉 在下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杨谷县都头武松便自在下 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 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苍州一趟 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 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 五都头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走 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对 没错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向上人头 这又是为何 请问我武松的头 值多少两年了 不多 也不少 一百两黄金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五十两了 还啰嗦什么 租了他 是洪路的 还啰嗦 啊 啊 啊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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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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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要杀要把随你 让他太行三侠 不是贪政怕死之人 太行三侠 好大的名头 败在你武松手下 只怪我们学艺不精 可是想让我们出满朋友 确实往往不可能的 你动手吧 你们走吧 不杀我们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我为何要杀你们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 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 武松 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 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要杀你们三人 就像宰鸡一样 但我犯不着 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 在哪吃错了药 得了失心疯 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 我还有要紧事 驾 驾 这 这 哎呀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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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干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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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r 啊 你们啊 stem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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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ars 啊 你 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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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啊 我不要啊 不想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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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我不要啊 不想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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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娘 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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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 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我真的不要 金莲啊 那五大老是来缠着我 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金莲 干娘 干娘 你知道吗 五大 他要我的命 我不要 我 我不要 大若十八层地 干娘 我不要大若十八层地 干娘 这清天白日的 哪来的鬼啊 怎么没有啊 我一闭上眼睛 就能看到它了 干娘 金莲 金莲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 走走 小二 给爷腾出两间房 官家征用 金莲 这边请 这边请 这边 来 请 来 走 官爷 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是谁 京城来的 小得不认识 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把我们把门锁上 好 走 二位断工一路辛苦 请坐 大人 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 却为何呼唤 先请坐 一会儿便知园以后 请 小二 仨家住店 有没有客房 雪儿 我要住店 给一间客房 客房只有一间了 你们看着办吧 你休要胡说 我要两间客房 他住东头 我住西面 快点 有有有 一间在东头 一间在西头 这边请 这边请 大人 小人斗胆问一句 大人尊姓大名 少安勿躁 一会儿便知 一路辛苦 先喝一杯 请 来 请 两位端工各收无量 在下有事相托 大人 你我素媚平生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不敢 使不得 二位端工 是不是前往苍州公差啊 是啊 我俩奉开封府拆遣 兼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师 前往苍州老城 那就不瞒二位了 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渔侯陆谦 小的失礼 失礼 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怎敢与大人同袭呢 失礼 失礼啊 坐 请坐 谢大人 二位想必也知道 这高太尉和林冲 就是一死对头啊 在开封府有所二闻啊 诺某奉太尉君旨 将这十两金子送给二位 还望二位领诺 太尉有事差遣 没错 二位端工不必远行 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 把林冲给截过了 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 高太尉自会吩咐 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陆大人 这可使不得 开封府公文 只叫押送到苍州老城 未曾叫我俩截过了他 况且 这林冲正当中年 如何解释死因 这可不是闹着牌的 兄弟 高太尉 让你我去死 我俩也只能任命屈从罢了 前方有一凶险之处 名唤野猪林 我俩在那里 见机行尺便拔 陆大人 请放心 回高太尉 多则五战路 少则两日 便知分宵 不过 是要当工聪明爽快 你们做完手脚 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 事后 台卫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家讲 那就谢谢大人了 回头 阿砸小人 气死撒家了 二弟 我现在冲进去 把三个葱梁杀了 大哥 先不要急 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 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冻生命 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 衙门找不到 你就不了了之了 当家的回来了 二娘 来来来来 坐坐坐 那么多好吃的 我都饿死了 来来来 来来来 二娘 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 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此话慢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蔡丁老贼还不放过我们 派人追杀我们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追杀 那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 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 冲出了重围 可是我那师兄 他倒出事了 谁啊 你说林教导 他 他怎么了 高求家的小衙内 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 花痴病发作了 设下了卖刀的陷阱 引诱我大师兄 误闯白虎结堂 开封府仗则二十 发费到苍州牢城去了 设下卖刀陷阱 儿娘 不好 你那五二兄弟 有人要暗算他 什么 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是啊 他吃了豹子胆了 周人之托 忠人之士 那西门庆很是仗义 好胜大方 一出手 就给了五十两算头金 那西门庆 是一定要武松的 向上人头啊 就算西门庆 没有出赏钱 冲着五二郎 横行扬古线 左肩放科 我等太行三侠 也绝不会放过他 放他娘的狗屁 当家的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 我二弟他堂堂正正 绝不是做奸犯科的小人 是啊 就凭那三个魂囚 想暗算我二弟 做太娘的大头梦去吧 是是是 别生气了啊 哥哥 哥 你在哪里啊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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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哥哥 是你吗 哥哥 我 我 我 哥 哥 你 你 你 五都堂 这根玉增还不错 你想买给谁啊 我嫂嫂 柳峰客栈 走 掌柜的 有客了 掌柜的 掌柜的 你干啥呢 磨磨蹭蹭的 快一点 好嘞 好嘞 怎么这么远啊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在哪里啊 到底在哪里啊 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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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没有 到了到了 马上到了 请请请 姐夫爷 真是 请请 这三个松宝 怎的也来此店投诉 莫非 还在打我的主意 大队 大哥 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我哥蹊跷流血 大声喊员 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 带走了 兄弟 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 现在 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 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兄弟 你这是想家了 这条山中异道 我当年跟着小种惊略相公走过 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 前面经过野株林 通往河坚府 苍州的老城 这右边一条路呢 前面便是撒家与你沙拉圣铁府 飞天夜叉的赤松林 瓦冠寺 通往东平府 阳谷县 大哥 对不住 我就这么个哥哥 他昨夜图梦给我 我真不知道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兄弟 既然那两个撮鸟 已经钉好了在野株林动手 你就放心去吧 好吧 那我师兄的安危 就拜托鲁大哥了 对付那两个撮鸟 撒家的缠仗绰绰有余 那就告辞了 告辞了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 究竟想干什么 你的阳谷县横行霸道 作奸犯科 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 那么要为民除害 饶你不得 武二郎早就听说你的锦阳钢打虎 为民造福 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渣 我们哥仨行走江湖 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 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可是做人处事上 大概还说得过去 闭嘴 但早就打听清楚了 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 简直就是启示 你这个丧门神 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哼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杨谷县万人之口 你还能一一堵住 还啰嗦什么 杀 大哥 大哥 小心 小心 给赶杀 武松 放开咱们 又不是再打一百回合 太行三侠 你们名头够小呀 可惜都没长脑子 我 你惹闹了咱哥仨 就是惹闹了阎王殿的催命鬼 到了黄泉路上 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武松 有本事放了咱们 再犯舍负 对不起了 不跟你们玩了 武松 别走啊 武松 你这个畜生 武松 武松 你这个畜生 武松 武松 我看法有事 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有人吗 有人吗 大姐 二弟 二弟 我真想去找你呢 那三个丛包 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事啊 大姐 有酒有肉吗 有 二弟要吃什么 大姐这儿都有 来 来来来 坐 快坐 三头 上酒上肉 好嘞 来 先喝口水 大哥呢 怎么没见他出来 哎呦 我那当家的呀 到城里 送山货去了 来 喝水 当家的呀 可会算计了 在城里呀 结识了几个大员外 对了 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高求那盐贼 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 两位差人 准备在野住林动手 鲁大哥这一路上 紧盯着他们呢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我梦见我哥哥 托梦给我 他蹊跷流血 是吗 那得赶紧去杨古县一趟 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女生 进去 俺就不信 俺就不信了 俺们兄弟三人联手 都不够他武松 这第二场打架 就是焦老三太冒失 不等摆好三才阵 就抢先出击 自乱了阵脚 狗批 老二 你也是 你 你跟他啰嗦个啥呀 你看俺上了 你倒是也上啊 包老大 你说的不比我少 就连丧门剑 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块 全是狗批 怎么着了 三位 这是上哪儿 去做什么大生意了 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 还都是 个力气活的吧 少废话 赶紧的 上酒上菜 这一路上 竟过着赶路 饿死了 凭什么给你们几个 龟孙子上酒上肉啊 你们有功吗 你是谁啊 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 咱们是兄弟 当家的不在 老娘说了算 瞧你们这三个德行 活像呢 城隍料棉的小鬼儿 你们不认识我呀 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 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莫非是 母叶叉 孙二娘 原来是二娘啊 张大哥说起过你 怎么着啊 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 那好啊 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 看看你们哥仨 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镇的谱 二娘说笑了 武松那丝 怕是快马赶往杨武县 交官差去了 照你这么说 我那二弟啊 他还是满招人惦记的嘛 二弟 出来吧 是武松松 别动 都给老娘坐着 大姐 你又何必呢 都是自家兄弟 不打不相识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 这位 就是我二弟 是景阳刚上的打虎英雄 就凭你们三个熊包 想打我二弟的主意 做春秋大头梦去吧 姐 别多说了 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 喝酒吃肉 填饱肚子 然后再比讳一下 点到为止 人们都说 武艺最好 光说不练甲把势 三才阵 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我说你们这三个呀 不知道在哪儿 被驴屁 碰硬了脑袋 听到一些 糟蹋我二弟的 闲言碎语 拿了一些 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 就死心眼的 一股劲的 招我二弟的慧气 这要不是啊 我二弟他忠厚 仁义 你们仨呀 早就 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 上替蒸熟了 大姐 有道是江湖恩怨 一解不一结 在这一路上 我也想明白了 他们是受了 别人的摆布了 二娘 你们唱的这 唱的这是哪出戏啊这是 二头三头 上酒上菜 让我二弟 吃好喝好聊好了 好嘞好嘞 酒来了 菜来了 我这酒里呀 可是下了蒙汉药的 你们仨呢 谁敢先喝 小心老娘 把你们给马倒了 做包子馅 我是丧门神 二娘这是开玩笑 来 三位大侠 请 来 哥 真是 闹了半天 俺们哥仨被西门庆 给涮了 这不是大水 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来 五二敬你们 喝 来 不对 五兄弟 这事不能玩 怎么了 丧门神 二娘的大嘴把子 你还没挨够啊 二娘 不是 你急什么呀 哪样没说五兄弟 那你想说什么呀 这件事啊 从头到尾 都是西门庆搞的鬼 等他酒喝完了 立马跟五兄弟 赶往阳谷县 那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 给砸了 那徒子不叫丧门神 那西门庆 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包兄 西门庆那次作恶夺端 栽赃陷害 早晚会有报应的 咋啦 五兄弟 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 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 他西门庆再怎么说 也是地方上 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 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没错 我二兄弟说得再理啊 那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道受骗 就 就饶了他不成啊 你呀 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 俗话怎么说的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着 还有这句老话 老娘如今 早晚惦记着他 他要是聪明一点 那我还好说话 反过来 要想收拾他 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啊 二娘说得对 五兄弟 从今天开始 俺暴虚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 你的事 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 好 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不会的 就凭暴兄这一句话 我喝三大碗 别别别 二弟啊 别喝醉了 你 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 也当做老虎打呀 来来来 喝酒 来喝酒啊 喝酒 来来来来 怎么了 珠呢 不认识我了 不不不不 二哥 珠子我 就是心里藏了点事 在想事呢 所以 刚才没看清楚 衙门 一切还好吧 好啊 都挺好的 对了 二哥 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 我现在有点事 我去忙了 嗯 很好啊 这堂差事办得十分圆满 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哪里啊 为大人做事情 是理所应当的 五都头啊 不瞒你说 蔡太师在回职中告知 等今年秋考后 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 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 解体英大臣 那我就先恭喜 大人高升了 升迁东平府 自然要带上几个 心腹体脊之人 五都头 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 不但武艺高强 而且为人忠厚 日后啊 跟着本县好好地干 一荣俱荣嘛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行了行了 先功后司 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多谢大人了 我先告辞了 去吧去吧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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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说话 来 哎呀 干什么 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你 好了 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二哥 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 我怕他干啥啊 哎 主能 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二哥 待会儿你回到家 不管出什么事 你可得挺住啊 哎呀 我武松就连老火都敢打 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二哥 你们武家 出人命了 你说什么 你是说 我哥哥小松 他们出事了 二哥 二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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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